当然我们必须承认 办理国际大选比赛是非常花钱的 但好处是可以得到国际的瞩目 也就是基于这两点 如今有一个神秘国家 也准备站出来大手笔的 办一场2017年亚洲武术大赛 什么国家呢 你可能有点陌生 它名字叫做土库曼 位置在中亚离海的旁边 国土面积是台湾的13倍 人口只有500万 但它地底下的天然气蕴藏量 排名全球第四 因此它非常有钱 你看到这个大洞 就是当初探侃工程出了失误 雾凿出了这么一个大洞 因此大地用底下的天然气 燃烧到了今天 如今返程了这个国家的观光景点 他们自己称它叫做地狱之门 当初原本是一个工程失误造成的 不过这个国家本身可不是失误 它已经盛产了很多其他的自然资源 包括这种非常珍贵的汉鲜马 汉鲜马也连带这个国家的 武术跟奇术都非常的发达 特别是他们的现任总统 这位贤人总统虽然是位牙医生 不非常爱推广运动 包括骑马 自己还上场表演他的骑术 不过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样 不知道他的问题还是马的问题 当场从马上摔了下来 全场观众惊呼 他非常狼狈 幸好没受伤 他当时立刻下令所有安全员 把现场人所有的摄影机 全部要收缴起来 不准这个画面外露 不过还是有人拍下来露了出来 显示这个国家他的封闭以及神秘 以及国家的封闭心态是非常严重的 其实他从1991年独立到现在 就被号称全世界仅次于北韩的一个非常落后封闭的国家 在前任总统的时候提倡个人崇拜 封闭了所有的边界 不让人民进出 甚至禁止运动 那个人恐怖到把自己的所有的像树立在全国各地 还有一座像是可以靠着机械随着太阳光线24小时运转 真是恐怖不已 甚至他太爱自己 把自己所有亲戚的名字改过来 把所有的星期一到星期天 全部用亲戚的名字来取代 真的地表上没有这种国家 如今换了这位总统 他当初是云来的卫生部长 大家认为情况好多吧 没想到这个星期他也干了一件疯狂的事情 他自己在首都树了一座大型的黄金的骑马雕像 雕像上面就是他自己 他如今自称是全国人民的保护主 因此他说他自己顺意名情搭起这种像 感谢全民对他的爱戴 难怪外国记者进入采访 非常惊讶地表上怎么有这种国家 而且2017年的五出大赛将有八千人来参赛 这个国家承受得起吗 如今他们终于开了第一场国际记者会 这是1991年到现在的第一次 叫他们认为这是一件进步不得了的大事 荒漠中这个宽达100公尺的巨洞非常吓人 巨红色火光从20公尺深的洞底 诡异的点点燃烧 当地人称为地狱之门 又叫魔鬼的故乡 仿佛恐怖电影中的场景存在已超过40年 1971年俄罗斯科学家来到这个仍属于苏联领土的沙漠 探勘石油与天然气意外造成地面崩陷 冒出的气体对人体有害 决定点燃天然气造就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奇景 也让人见识到土库曼天然气惊人的蕴藏量 位在中亚的土库曼 面积是台湾的13倍 人口仅约500万 来到首都阿什巴哈特 除了造型奇特的路灯 宽阔彼时的街道 几乎空无一人 因为80%土地都是沙漠 强烈的日照封杀对建筑损害严重 土库曼的建筑外观都是白色的大理石 阿什哈巴特的意思是爱之城 不过最大的爱恐怕都献给了土库曼的前后任领导人 黄金雕像这里一座那里也一座 它是苏联解体后土库曼第一位领袖 尼亚佐夫 他被尊为国父采铁碗治国 封闭边境 还把自己总统任期改成终生制 还做随着太阳光线24小时运转 拥抱众生的大雕像 就连传记书也有巨型雕塑树立在广场 简直把自己神化到最高点 尼亚佐夫2006年去世后 由比尔德·穆哈梅多夫掌权 这位现任总统的具象或画像更是夸张到无所不在 现在更布上生前塑像后尘 属于他的黄金雕像本周揭幕 据说这张雕像是依照这张照片原汁原味打造 这位总统更爱在众人面前大秀骑马技术 两年前的骑马比赛 他摔得四脚朝天 弯人员赶紧屈钱 这段画面土库曼电视台进播 最后还说总统赢得第一名 简直笑死人 但土库曼总统爱骑马可是有原因 因为土库曼拥有全世界最珍贵的品种 这就是传说中日行千里的民居探血马 速度奇快还能耐久奔跑 颈部皮肤薄 奔跑时血管扩张可见血色因此得名 目前全球纯总汉血马只有三千头左右 价格最贵可达数十万美元 是土库曼的国宝 不但会在国会上更成了外交大理 这里还有恐龙高原 上面2500个恐龙脚印化石 不但是全球最多也是最清楚 专家研判他们是1亿5000万年前 20多头巨齿龙所留下 清晰脚印多达22航 最长有220公尺 习有的资源及景观 似乎有待慢慢发掘 如今近也宣布 要在2017年主办亚洲市内 即武术运动会 台湾也将受邀参加 如同北韩 外媒走到哪儿都必须有专人随行 采访行程被刻意安排 看了号称世界最大的室内摩天轮 以及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地毯 上面写着21世纪 是土库曼的黄金世纪 先任总统一反上任独裁者的主张 大力推广运动 还建了这条超级高山步道 新建的体育园区 规模也很惊人 说法是要让国民更健康 却不忘搞个人崇拜 土库曼的总统还真幸福 有时间做这么多种运动 这个全球排名第三的封闭国家 如今稍微打开大门 让世人一窥就近 却令人惊叹 除了北韩之外 原来世界另一端 还有一个大高个人崇拜的另类国家